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现在正值董事会换届选举之际 如果说您可以拿出一个新的政策 对您的续任真的会很有帮助 不好意思啊 董事长 可能我的这个提议有点唐突了 但是还是请您要仔细地考虑一下 好 你这个提议 我要仔细考虑考虑 好 你先出去吧 好 那董事长我就先走了 董事长 嗯 董事长 你怎么来了 来 走吧 走吧 小小啊 最近公司有些风言风语 你是不是没有告诉我 上班枯燥乏味 这八卦总是有的 但都是一些有的没的 所以我就没往您那儿传 在传我的呢 有关于您的 嗯 也有关于林总经理的 还有关于我的 在传董事长换届的事 却有此事 他们在传 我在位期间业绩平平 他们就赶紧跑去支持林毅了 董事长 他们支持谁不重要 只要董事会支持您不就好了吗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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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Kas 董事长 当噢 那我呢 Państwo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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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本你 我是不赃hmen 是我没关电脑吗 不可能 我清楚地记得 我关了电脑的 你还记得当初 我们在国外找来的 黑客吗 我记得呀 那个倒霉的查理 我记得他说过 灵异的电脑 做过特殊处理 有一个高手在帮他 你是说我的电脑被黑了 董事长 我今天刚刚按您的要求 把那笔钻石的尾款打出去了 那这个黑客 不会是冲这个事来的吗 你再去找一个高手 彻底检查一下你的电脑 做好一切能够防范地做事 好 那我现在就去办 我现在学习了 我自己去办法 用一个工作的尾款 拿到尾款 我现在学习了 把日子轮身都回来 我现在学习了 都是你去办法 到尾款 你去办法 我现在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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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办法 我现在学习了 你去办法 请 董事长 电脑的事情查清楚了 什么情况 有人在我电脑里 置入了软件 可以远程唤醒 电脑中的账 他都可以看得见 就在昨晚 特批的钻石交易 和地美矿业的账 被人拷贝过了 你怎么搞的 难怪最近我们那么被动 原来问题出在你这儿 对不起 董事长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以后这些账 不准在公司做了 你需要一台 更为安全的备用电脑 好 我知道了 喂 林毅可能查到 我们最近的往来交易 如果最近没有什么 紧急的事情的话 你最好不要来找我 别忘了 你可是这个世界上 他最恨的人 你可是这个世界上 他最恨的人 我们现在已经想开机 你怎么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的 我现在想开机 我们就想开机 我们就想开机 你那边可以开机 我没有想开机 确实完全可以创立一个新的品牌 我同意给你这个机会 谢谢董事长 但是新的工作室 我只能给你设计自由 财务和销售 还是要同意到公司这边的 好 我明白 这个消息要暂时保密 直到它该发布的时候 好吗 好 好 喂 潘柔 好 我一会儿就到 你之前让我查的事儿终于有眉目了 关于唐乐琪 对 这是我目前掌握的资料 今天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好事成双 还有什么好事 暂时保密 不过 到了适当的时间 我一定会告诉我的 好吧 我忍 对了 我发现东城和陶乐琪 最后一笔交易款 打到了一个叫地美矿业的公司 地美矿业 对 陶乐琪肯定和这家公司有关 要么是实际控制人 要么是高门 而且我还查到 这家公司 在上海有一家分公司 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 哇塞 林芷 你的效率真的是 但是你查这些的话 你们王总监会不会有所差距啊 嗨 我呢 也就是在你这儿效率高 我在我们部门 就是一个不求上进的小海贵 向来按部就班 只求比那些大哥大姐们慢 所以你就放心吧 王总监不会去查他的 唉 你现在拿到这些资料 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我打算要探订他 这个陶乐琪的底 来 把这个拿进去 问问看前台 有没有一个叫陶乐琪的人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这里不会装了什么违禁品吧 空的 放心吧 那好吧 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您好 你们公司有没有一个人 叫陶乐琪 这有他一个快递 一定要让他摆你钱收 抱歉 我们公司没有陶乐琪这个人 没有这个人 这个快递还要付费呢 抱歉 我们公司确实没有这个人 那好吧 你们公司确实没有陶乐琪这个人吗 确实没有 没有就对了 你们公司确实没有陶乐琪这个人吗 确实没有 喂 你说的没错 确实有问题 我是从来不会往公司寄快递的 刚才居然有个快递员拿着快递来公司找我 说还让我亲自牵手 这不扯淡吗 放心吧 上上下下都已经安排过了 我就是空气 我在地美矿业就是个咸云野鹤 熟人的生意已经够我做的了 没必要在公司干个实质什么的 好 回头见 他们公司的前男说了 公司里边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好吧 谢谢你帮我扔了 扔了 扔了 谢谢 那好吧 来 什么事这么急着要找我啊 你知道地美国际矿业公司吗 他们是一家跨国的矿产公司 国内很多珠宝公司跟他们合作 怎么了 那当年唐婉容的案子 和这家公司有没有关系啊 当年的工业用矿 确实是地美矿业的 但事后发现他们并没有对外隐瞒 矿产的工业用途 问题可能出现在中间人的身上吧 也许这个中间人 急着要赚提成 这才对东城隐瞒了真相 这个中间人的名字叫 唐乐齐 对 就是他 但开庭的时候这个人就失踪了 李卓然一直跟唐乐齐 还有地美矿业公司有合作 李卓然入主东城之前 好像也做过保时生意 他跟地美矿业有联系不奇怪啊 李卓然认识地美矿业 唐婉容因为地美矿业入狱 李卓然入主东城之后 还继续跟地美矿业合作 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吗 唐老师出师之前 李卓然有跟她表达过 想要进入东城董事会的愿望 但被唐老师拒绝了 欣妍 你为什么这么纠结过去的事情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 如果能帮唐老师翻案 林毅早就做了 你呀 这就是看三国掉眼泪 替古人担忧 还要来 一样呢 先来帮忙 就算帮忙植了 妈 我来说 我给你老师挑了 你老师担心 哎呀 你老师担心 我的妈呀 都只能直到你 你老师担心 这次来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 您的案子终于有眉目了 找到了线索 虽然我还没能见到陶乐琪 但是我相信 等到我的工作室建立起来 我一定有机会接触到这个人 另外 最近这段日子 我对林毅这个人 又有了新的认识 我觉得他 总是在我快要彻底 对他绝望的时候 又给了我希望和惊喜 我知道除了见识 识人也是成长必不可少的一刻 我会继续努力下去的 林总不在 您先等一会儿吧 好嘞 你先去忙吧 好 我们去忙吧 énormément eleduk 怎么回娘 干什么 真我 那 这是 来 晓晓 找我有事啊 坐 不知道什么原因 李卓然让王婉东加密了电脑 还启用了备用机 我知道了 幸好我来了一趟你的办公室 不然这份荒谬的合同 我就看不到了 晓晓 不是你随便动我东西 当时有阿雷纳的备选计划 根本就不会让公司蒙受任何损失 你为什么还要用你的股权 去换那批钻石啊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这么做全都是为了帮他吧 帮谁啊 你辛辛苦苦得来的这些股权 你就为了他这么轻而易举地扔出去 还什么都不在乎 你能 你能告诉我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吗 晓晓 你就这么看重股份吗 你知道我不在乎股权 我在乎什么你心里很清楚 这些年我一直跟随在你身边 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什么 我只想要在你心里 有那么一丁点我的位置 你喜欢顾心眼对不对 无济之谈 那你这么帮他到底为什么 我最后再说一遍啊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东辰 晓晓 你现在就是要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 其他的事情你不要过多地操心 好吗 你拿我当什么 我是一个人 我不是一个工具 地美那边的尾款都已经结了 这些是你的 那走吧 李总 谢谢来呗 最近林毅刊得比较紧 咱们的合作要搁置一段时间了 这事啊 你不用和我说 我当然没什么意见 马哥同意就成 你少拿马哥来压我 我在东城内部将开办一个工作室 以后还是用工作室的名义 和定位合作 您高明 我这就回去跟马哥支付一下 行 行言那个工作室的事情 你尽快把手续里说一下 董事长 你真的决定要做这个工作室吗 现在张瀚盈入主了采购部 保时采购这一块 以后就别想有什么业务可做了 而且董事长换街在即 我要是没点更亮眼的举措 怎么服众 也对 你说得对 如果顾兴言创立的新品牌 真能和林毅的一望平分秋色 与我与东城都有好处 但这个工作室在财务上 一定要做得干净利落 我明白了 董事长您放心吧 你在你们部门抽调出一个人来配合你 专门负责这个工作室的日常财务 好的 董事长 来 董事长 来 董事长 喂 董事长 有时间吗 想约你打个球 有林毅 有卢西利 你来吗 好 好啊 我早就摩拳擦掌了 就等着在高尔夫球场上 一降高低 行 那球场上见 好 再见 董事长 盛事的胡总约打球 这哪里是打球啊 这是另一个方式的打类 球场上不仅有灵异 还有璀璨的那个卢西利 你童子把你缩小一点点 其他的就没什么问题了 好 对 不总监 孟总监 恭喜啊 恭喜什么 上周以万一周销量 国内排名第一 总监请客 总监请客 总监 去去去去 销量第一 那是你们销售部的功劳 孟总监 应该恭喜你们才对 这个功劳我们哪敢抢啊 说苦劳都没人认可呢 销售报表好看 功劳当然应该记在销售部啦 我们这设计部啊 也是跟着沾了光 对 不管怎么样 也不按周销量排名第一 而且最近大家也辛苦了 那么 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吃牛排 哇 哇 太好了 跟孟总监一起来吧 好 对了 董事长叫你过局一趟 好 就按照我之前说的感觉好 好吗 好 董事长 董事长 您开始养鱼了 养鱼可以陶冶行操 也可以转运 养鱼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小鱼注定要被大鱼吞噬 所以呢想要存活 要么自己变得强大 要么找到依靠 对了 工作室的筹件手续 我已经交代下去了 很快 你就可以投入工作了 我只希望 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 我明白 还有 明天我会和林总 和盛事投资的胡总 打高尔夫球 你也一起去吧 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 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这个不是 今年最新款的包包吗 我一直都想用一个 女孩子嘛 总得有几个像样的包包 以后那些深寨货少用一些 姐 你干吗揭穿我呀 这个包很贵的吧 没多少钱 前一段时间呢 你辛苦了 这就当是姐姐谢谢你的 我得谢谢姐 我本来以为 第一个送我这个包的 一定是我的男朋友的 结果没想到 是姐你送给我的 对了 姐 你这个 是自己出钱买的呢 还是公司出钱买的呢 如果是你自己花钱的话 我挺不好意思 我不敢要 这个包既是公司送的 也是我个人送的 我跟公司呢 都需要你好好的待在 你们顾总监身边 对了 你和他还是好朋友吧 是啊 你放心吧 我跟他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们呀 还是像以前那么好 那就好 有一件事情 我需要你答应我 有什么情况 第一时间告诉我 你该不会是 又想让我当间谍吧 难道这个包我不能用 你想多了 对吧 公司花了那么大的成本 来培养他 也是需要从侧面保护他 和了解他的 变相地说呢 你也是在跟着我们 一起帮助他 再说了 你也不想一直在公司 做输出吧 这嫡系的名额 可是很有限的 看你表现喽 那行吧 那就谢谢姐了啊 真好看 好看吗 好看 低调 低调 好看 冬城已经很多年没有 推出新的品牌 原有品牌受众的 针对性也不是特别强 我们甚至是拱手 将一部分市场 让给了竞争对手 所以我决定开办一个 新的工作室 为新品牌的推出做准备 那么新工作室的总经理 我建议由顾欣妍来担任 董事长的这个提议 有些唐突吧 创办新的品牌 延伸市场 这样的举措 难道不是林总创导的吗 怎么我操心起来 你倒觉得唐突了呢 我早就提出了 由我全面负责 冬城的日常运营 只不过董事长 突然出差给耽搁了 你不会把这件事情给骂了吧 把公司的经营工作搞上去 是每个董事都应该尽心尽力的 这样既然大家都在 我们就举手表决吧 同意创立这个新品牌 并由顾欣妍担任总经理的 请举手 好 黄毅 远远超过半数 决议通过 董事长要给你开设工作室 你知道吗 你怎么也像李明康一样 消息这么灵通啊 听部门同事说的 这是你的主意吗 是我跟董事长提出 我想要在东城 建立一个新的品牌的 这就是我这两天 一直跟你保密的 开心的事情 星妍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每个设计师 都想要拥有自己的设计 自己的风格 而拥有自己风格 最快的途径 那就是拥有自己的品牌 不是吗 李卓然跟供货商做的 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你知道的 而且可能还有更多 你为什么不能跟她 保持距离呢 工作室是东城的 新品牌也是东城的 不是李卓然她自己的 你放心 我是怕你招了这个 老江湖的道 想抽身就难了 他有 我知道你这是为了我好 但是这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 也是我目前能够想到的 最好的一个选择 你们那个什么助理联盟啊 还是秘书联盟啊 是怎么回事 助理联盟 就我们几个助理啊 在一起凑个圈 老爸 我给你看看手下 啊 胡总啊 这么一大早打电话 有什么吩咐 走啊 打球去啊 打球啊 走啊 走啊 好嘞 好嘞 那咱球场上见吧 行 球场上见啊 好 老大 这盛世投资主动接触我们 几个意思啊 不只是我们 还有璀璨 对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我们那个助理联盟群里啊 我看见那凌威发达 董事长过了天下 去打那高尔夫去 胡凡这是要比武招亲 或比三加呀 嗯 嗯 嗯 小顾 林总好 董事长 董事长 哎呀 我听你们来的 结果你们都到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董事长 董事长 走 走 好球 好球 哎呀 这个 这杆可是考验 胡总心理素质的时候了啊 哎呀 你们都打得那么好 我很紧张哪 这比起做生意来啊 高尔夫球还是难多了 胡总 您在投资界叱咤风云 远盛在球场翻语覆语啊 是是是 不过你这句话 倒是提醒了我 其实呢 今天约大家来呢 并不是希望在球场上 拼个你死我活的 我在想 咱们能不能联手 在生意场上搞点事情 原文其详 简单地说吧 我的那些合作伙伴们呢 都转到文化呀 影视行业去了 我呢 不羡慕 我也不嫉妒 我最近只对珠宝行业感兴趣 第一轮的规模嘛 十五个亿左右吧 从我做的功课 还有团队 给我提供的资料来看呢 目前国内 只有两家珠宝公司 值得投资的 所以开诚不公地讲吧 我希望 选择一家公司来合作 胡总 您这何止是开诚不公 您这直接就是 把绣球挂在城楼上了 您是想让我们两家 抛绣球招亲 失望争霸呢吧 反正就这么多钱嘛 你们明着争 总比暗地里 较劲要好吧 我跟东城啊 走过了暗地里较劲的阶段了 没错啊 我们现在不暗中较劲了 基本上一见面 就直接动手了 是啊 我们已经开始动手了 最近我们璀璨的 一系列动作 你们都已经有所耳闻了吧 胡总 如果能够得到您的驻足加持 对我们璀璨 那可是如虎添翼啊 哎呀 我们东城 早已经就在国内市场 占到第一位了 我们下一步的目标 不仅仅是国内市场 我们更看重的是国际市场 这个我知道 林总以万品牌的灵溪 已经在香港 拿了国际大奖了 对 这就是我们灵溪的设计师 顾星妍 顾小姐这么低调的 就在我们身边一站 不声不响的 要不是林总介绍 我还真不知道身边就占了一位 获国际大奖的设计师呢 其实我就是平台好 特别感谢公司 可以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不过说到这儿 也特别感谢林总 谢谢您把我的作品 拿到香港去参赛 林总还是高瞻原主啊 我们继续吧 走吧 顾小姐 有日子没见了 你已经是设计部总监了 真是平不清云啊 哪里都不平 也一点都不轻松 是一点点努力来的 对了 李总 一直想要当面跟您道谢 谢谢您的助攻 顾总监 对了 我想我们之间有些误会 都怪阿里奈那个假洋鬼子 之前她在东城带的不舒心 就向我们璀璨 刨出了橄榄枝 那次活动的内容 明明是她主动泄露给我的 偏说是我找她要的 还嫁祸给你 其实 我们都是受害者 阿里奈竟然能够把 李总都拐带进去 看来真是不简单啊 是我低估她了 胡总她在叫我们呢 我们快过去吧 胡总 胡总 我们璀璨最近啊 门店增速很快 在您公司附近就开了一家 这么巧啊 是啊 那有客户看看去吧 什么时候你想去跟我打个招呼 我陪您一起 好啊 佬希啊 门店扩张速度快 这是没什么技术含量吧 只要资金足 门店想开多少就有多少吗 这只是我们增速的一部分 最近 我们也新增了设计部门 你们刚增设计部啊 我知道 那设计师 是叫丛飞吧 从我们东城过去的 设计师 这球是你来打 我 来吧 去吧 谢谢 肩膀放松 不要紧张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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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啊 好球 今天球赛看明白了吗 这个胡总 是想要把钱投给我们 嗯 那为什么 她又会去找璀璨的 露希丽她们一起过来呢 资本的小算盘而已 无非是告诉我们 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如果不和她们做朋友 自然有人要跟她做朋友 但想要留住朋友 是要付出些代价的 明白了 胡总对你的印象不错 看来她的眼光 不只是在国内市场啊 所以工作室的事 你要抓紧了 新品牌相关事宜 要尽快张罗起来 盛事的投资 也有可能指向工作室 对 董事长 我有一个忧虑 东城现在大部分的看货权 还有采购权 都在林总这儿 我担心可能会对工作室 造成一定的制约 有没有可能 为工作室单独开辟一条 保时采购渠道呢 这个问题你先不用担心 在董事会上 临时讨不到好处的 等拿到了投资 我会把东城的资源 向工作室倾斜 谢谢董事长 来干吗 去酒吧 快醒啊 一起去呗 吃口服的 吃口服的 那 那 拿个上去的那家 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过来坐 过去吧 董事长让你到那边去坐 谢谢 最近我和林总经理跟盛事风投 接触了一下 盛事对东晨兴趣很浓 今天的会议就是要讨论一下 该如何与盛事合作 或者说 东晨应该拿出什么条件 来吸盛事投资 我最近呢 从侧面对盛事的胡总做了些了解 这个人很强势 属于典型的不见兔子不撒鹰 据我所知 他所投资的任何项目 无论多少 他都拿了股权了 所以呢 我们东晨和盛事合作的话 恐怕要股权投资才能行得通 这个盛事投资想要回报这事无可厚非 但是据我所知 盛事的VC中没有动钻石的 而且如果一旦拿到股权 他们势必要参与东晨的运营 如果水土不服的话 那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 林总 您应该知道 胡凡不止对东晨感兴趣 那场高尔夫球我没去 但是现场有个叫卢西利 这个人我知道 这个是个跃跃一世的提补者 一旦有机会 马上就变成场上的主力 如果胡凡失去了 对东晨的兴趣 他就会转头璀璨 那的话 对我们东晨影响会很大 国内今年兴起的风投公司 确实不少 但盛事是目前看 最适合东晨的一家 这点林总不反对吧 璀璨已经融资了十几个亿 东晨想要打赢这场仗 需要的资金只多不少 最关键的是 既不可失 胡凡是个精明的商人 他的精明就在于 他只投资不投机 而且我不认为 只有股权投资一条路可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